欢迎收看104年6月12号星期五的港督新闻 我是薛婉珍 首先先来快速扫描今天的新闻重点 廉价航空拥有便宜的优势 成为飞包客的新选择 就连外来的观光客也抢搭连航 高雄市小港机场 目前一共有五家廉价航空的航线 旅客数量也因此不断的攀升 关午节快要到了 免不了要吃颗粽子应应景 不过平均一颗粽子就有400大卡的热量 营养师建议一天只吃一颗就好 才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高雄市观光局为了迎接暑假的来临 特别新增了一条全国首创的市区河道水上计程车 同时在八月初也将有全新的航空科学馆开馆 要提供给民众暑期出游的全新景点 与传统航空公司截然不同的廉价航空 富有票价便宜的优势 成为自助旅行消费者的新选择 再加上近年来增加航线飞高雄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多 除了一般旅游观光客外 商务旅客也逐渐增加 再加上7月小港机场将新增AO Asia 与库航两家连航飞高雄 航空战预估将可以增加到高雄观光的旅客人数 旅客出镜等着排队 他们的目标一致都是要搭乘廉价航空 廉价航空一概给人的印象 打出便宜票价 成功吸引消费者目光 因为廉价航空不代表它不安全 今天是搭什么 乐陶 为什么会想学廉价航空 因为比较便宜 他们服务也不错 所以就会选择搭连航 不只民众接受度高 就连外来的观光客也抢搭连航 根据高雄国际航空站的统计 选择到高雄旅游消费的外来旅客 这几年数量明显提升 而小港机场除了乐见这样的成果 也期盼连航可以和高雄的热门景点做结合 推出套装行程 这次的在7月我们要即将开航的 这个连价航空航班次当中 据我们所了解 大概英镑的旅客是占了80% 虽然是说好像大家旅行是有点担心 说我们将来组团出团的机会就少 但是英镑的旅客增加以后 它在台湾在高雄 它会很多的像一日游或是半日游 这个也是我们当地旅行社 可以去积极开发的一个市场 原本高雄总计有乐陶、虎航、香草航空等 共5家连价航空有非高雄的航线 加上7月AirAsia与库航也将陆续增飞高雄航线 预估将可以让非高雄的旅客数量向上攀升 港路新闻阮医生黄子倩采访报导 下周就是端午节了 免不了要吃颗粽子应应景 但是你知道吃了一颗粽子 就吃下了多少的卡路里吗 市面上的粽子种类琳琅满目 每种粽子至少都要400大卡以上 尤其是慢性病患者更应该少吃 要怎么吃才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我们来听营养师怎么说 端午节快到了 免不了要吃个粽子应应景 尤其是男不能喜欢在粽子上 加点花生粉增加香气 有时候一餐两三颗粽子就吃下肚了 但是无形中就已经吃下了过多的热量 要怎么吃才健康 听听营养师怎么说 应景嘛就吃个一颗 就等于一餐的量 那现在竹笋也有在出 就是说一个粽子搭配给青菜 我们煮个笋子汤的话呢 增加上它的膳食纤维 这样子来说的话 是吃起来会比较健康 粽子的热量有多少 你知道吗 不管是什么种类的粽子 平均一颗就要400大咖以上 尤其是北部粽经过油炒后包入粽叶 一颗就要500大咖 而南部粽和胡桌粽也都要400大咖以上 营养师也提醒民众 要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吃粽子 以免疾病早上升 对于一些糖尿病或是老人家 消化比较不好的人呢 必须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因为有一些脏料的部分呢 对于高血压的病人呢 或有心脏血管疾病 必须要限制油脂的话 或者是盐分的话呢 这些病人呢也必须要留意 营养师提醒民众 一天最好只吃一颗粽子就好 尤其是当中餐来吃最恰当 而种子是用糯米制作而成的 有肠胃疾病的患者还是少吃为妙 以免造成身体的负担 港都新闻阮韵萱薛婉珍采访报导 下个月就是暑假了 已经规划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其实不用出国 也可以有跟到国外一样的氛围哦 市府观光局为了迎接暑假的来临 特别新增了一条全国首创的 市区河道水上计程车 还有即将在八月初开馆的航空科学馆 都是今年暑假绝对不能错过的新亮点 放暑假可以到哪里玩呢 想要来趟中都湿地的生态之旅 还是到新客家文化园区感受文化气息 不用再为了规划暑假行程而烦恼了 市府观光局为了迎接暑假的来临 特别新增全国第一条的市区河道水上计程车 让你一次玩够爱河的周边景点 那这部分的话呢 也会连接我们这个爱河的沿岸 那相当多的一些这个 不管是可以消费的地点 或是观光工厂 或是一些可以参观的一些参观景区 都会把它连做一个串联 这条市区河道的水上计程车 是以前年高雄灯会首次亮相的 供多拉船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带领民众游历爱河中上游河段 更可以结合路上的捷运或公车转程 来趟更深度的旅游 另外还有一项高雄的新亮点 也将在暑假登场 岗山我们知名的这个空军观校 也会有这个航空科学馆的一个 在八月初也会开馆 无论是水上计程车 还是将在八月初开馆的航空科学馆 都是结合知性与知识的好玩元素 更是适合全家大小或是各地游客 来此游玩的新景点 港都新闻小黄汉薛婉珍采访报导 艺术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呢 其实可以从说故事的方式开始做起 让艺术更亲近更贴近生活 在图书馆左星分馆的说故事活动 就是让艺术与教育做结合 藉由浅显易懂的方式 引起小朋友的注意 进而了解艺术作品 想要培养艺术气息就要从小做起 早上一场在图书馆左星分馆的说故事活动 吸引许多家长与小朋友来听故事 这是由美术馆的说故事志工 以说故事的方式带领小朋友 从图书馆开始走入到美术馆 结合艺术家的作品与绘本 进而了解荷花的生长过程与生态环境 这样的活动对于艺术家来说更显得有意义 小朋友来从成长过程中应该就是 给予各个阶段都能够去做全方面的教育的一个熏陶 很早给他接触这个艺术教育对他的成长过程 应该就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以艺术家的书法作品连接到绘本上的故事 让听故事的小朋友对于荷花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让生意的书法也可以变得很有趣很贴近生活 无论是大小朋友都专注在故事上 活动让我们的家长可以带小朋友过来这里 这样听一些故事还有接一些书回去 今天又有画展对对对就是很好 这场由美术馆举办的说故事活动 是美术馆与图书馆的结合 让艺术与教育合而为一 不再只是两条的平行线 也借由生动浅显映硬斗的方式 让艺术从小扎根不再只是高不可攀 港都新闻阮云轩薛婉珍采访报导 高雄市科工馆平时有许多的展出 不过民众可能不知道 科工馆收藏了许许多多的文物 摆放在地下一楼的开放式典藏库 一进去乍看之下好像有点像仓库 不过里头放的可都是宝物 让参观的民众像走入时光隧道 探索曾经风靡一时 却因为时代眼镜而消失的历史与生活 家里好大哦 加油 电影赤壁中的连弩 不再是放在展示柜里的古文物 小朋友们像打靶一样排队等候 实际体验连弩涉及的感觉 同时也能够了解仙人的智慧 我们先看一下红旗老师 不想当古人也没有关系 来这里也能够做贵妇 虽然后面放的不是阿帕契 不过货真价实的IDF战机 也不是随时想看就能看得到的 看得懂那个密码是多少吗 不是看那符号 看那符号 早期使用的一切事物 在小朋友的眼中都变得非常奇特 这里是科工馆的开放式典藏库 收集了许多点点滴滴的回忆 如果对于这些早期的物品感到陌生 相信接下来这样大家一定非常有印象 风靡全台的工艺彩券 这可是当时真正用来开奖的机器 从古至今任何与大家息息相关的生活事物 统统收集在这里 走一趟真的可以唤醒脑海中 陈锋已久的回忆 了解我们早期印刷的辛苦也有 还有一些文物 像我们怎么来的文物 那像我们有一台天文植物仪 也是早期科工馆布的 摆设的种类相当多元 而且还会不定时做更换 配合活动设计 要给民众看的绝不只是单纯的物品 而是能够了解当时大家的生活 港东新闻 潘志光 张光沛 财文报道 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BB快评120MB每月888 送炫茶HD套餐 浪年看电影 风运动 玩综艺 还有脸红加心跳 在巴黎免费建置WiFi 让全家都可以同时上网 还送1000元7-11商品卡 快打电话找BB 106年政府将全面实施 有线电视示威画 让你家里的电视 变成高画值 而且价格不变频道变更多 这样不就要把我家那台 就电视换掉 放心 不用换电视 而且装第一台机箱盒 是完全免费的 听说申请就要缴交身份证营本 这样会不会有各自外系的危险 只要现场核对身份资料 证件完全不用留下来 听起来不错 这样 我要赶快去安装 新开心享受 别在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港独新闻 高雄市一共有200多名的国小毕业生 毕业典礼不在学校的大礼堂 而是要骑铁马到墾丁领取毕业证书 全长120公里 不但路途遥远又有烈日的曝塞 过程相当的辛苦 不过小学生在家长与老师的鼓励之下 全部安全达证 在鹅兰比灯塔下领取了毕业证书 完成这段超有意义的毕业典礼 小心小心不要放手 一共200多名小学生进行百里长征 从高雄市政府一路骑到墾丁 要在鹅兰比灯塔下领取毕业证书 它全都弄掉了 因为它太热我让它散热 没关系 担心小学生们的体力无法附和 老师们沿路跟随悉心照料 虽然过程真的又累又热 不过小朋友们倒是相当努力 全部都骑完这段120公里长的路程 可以去试试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到哪里 然后因为有同学陪伴 所以我还可以骑完这个 就全部的过程 跟同学在一起 完成这么大的事情是很好 就觉得我很厉害 要怎么我可以骑那么远不会累 别说是小朋友 许多成年人听到要从高雄骑到墾丁 恐怕还没有出发 双腿就发乱 而且多达300人的车队 沿路的管制与安全维护 真的相当困难 这段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让达成目标的小朋友们 都感到相当骄傲 然后刚开始要骑的时候 就会担心 会不会摔倒或怎么样 可是骑到终点以后 就会觉得整个心就放开了 可是有家长们的鼓励 孩子就是咬紧牙根 也要骑到终点 这是我们觉得蛮感动的一件事情 用单车骑程来训练 小学生的体力与耐力 挑战不一样的毕业典礼 让许多学生及家长 都留下了深刻又有意义的回忆 港东新闻综合报道 小朋友们引颈期盼的暑假就快到了 寿山动物园推出暑期两天一夜的 故事帐篷夜宿活动 不但让孩子们当起了小小编导 一起编织动物保育的故事 同时也将安排游园及喂食动物 却因为太受欢迎了 400个名额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一大早就被挖起来工作 大象升个懒腰开始展现拿手绝活 让小朋友们看得哈哈大笑 在白天动物们都很活泼 但是到了晚上躲在室内是什么模样呢 为了满足小朋友的好奇心 寿山动物园今年暑假 举办两天一夜的夜宿活动 结果400个名额一下子就报名额满 这几年举办的话 其实小朋友他们参加新的 其实都是还蛮开心的 因为其实像他们有的 可以直接到我们动物的展示场去 可以进去知道说 动物平常他生活的环境 一整天与动物作伴 还能探索夜间动物的生活形态 晚上也要在动物园里过夜 别说是小朋友 恐怕就连许多家长自己都会感兴趣 夜宿的名额当然抢得凶 而今年为了让小朋友们 对动物保育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加入了更丰富的活动 藉由实际的参与到我们保育员 他可能在平常在喂养动物的 一些点点滴滴 可以体验当保育员的一些 小小的那个体验 会有一个大概半小时的成果展现时间 就让小朋友可以一起来 完成一出那个戏剧表演这样子 夜宿动物园已经迈入第七年 似乎成了小朋友属其最热门 也最喜爱的活动 不过碍于人力不够 无法增加梯次 寿山动物园不排除将来采取外包的方式 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在动物园中 长时间的探索 更深入的了解动物们的世界 与保育员的工作 港督新闻潘吉光 陈岳和参谎报导 提到纳马夏出产的农产品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蜜桃 但其实在纳马夏也有人在种茶叶 而且生产的茶叶采取自然农法栽种 不依赖农药 泡出来的茶自然香甜又回甘 但想要生产好喝的茶叶 制茶的过程其实非常的繁复 就让我们透过镜头一起去看看 未在纳马夏的青山段 有着一大片绿油油的茶园 茶农沾中汗 弯下腰摘取所谓的三叶一星 不过这只是茶叶制成的第一步 摘下后的茶叶经过日照之后 还要送往冷气房吹冷气才行 因为茶叶它要恒温去控制它 它走水程度要用恒温 然后它恒温的话 它走水慢慢走水的话 它的品质才会提升 如果你气温太高的话 它整个茶叶它进到室内 它整个温度太高 它整个茶叶就受损了 为了维持茶叶的活性 沾中汗出产的茶叶每个步骤都不马虎 光是唤醒茶叶的动作 就要翻动个两三回 之后还要经过大半夜的炒清 让茶叶停止发酵 以为这样就成了我们可以泡的茶叶了吗 那可未必 那我们再进行出肝 隔天的时候就很困难的动作了 团揉的部分 我们要把它揉成立状 对 那个步骤其实要反复 经过那种机器的挤压 挤压再解块 挤压再解块 要大概揉个要大概七八十次 坚持每项步骤都亲力亲为 沾中汗从退伍之后 就跟着父亲一起打理照顾茶园 现在更有了自己的茶叶品牌 致产致销 要将属于那马下的茶叶风味 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得以品尝 港东新闻 软玉秀黄思倩采访报导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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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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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 一起来关心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 秦时多云 气温26到35度 南投台中彰化 云林驾驭地区 秦时多云 气温25到34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 多云时勤 气温27到35度 依然花莲台东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秦时多云 气温25到34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督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薛婉珍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 透過訴說 那些動人的回憶 才能成為永恆 你也想說故事嗎 台灣故事島 自己的故事 自己說 洽詢專線556-8380 好 對不起 嚇到你 都怪BB宽评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聪明人的好选择 快播340-1991 青年港都等你哦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评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BB快评120枚 每月888 送炫彩HD套餐 浪年看电影 风运动 玩综艺 还有脸红加心跳 再帮你免费建置WiFi 让全家都可以同时上网 还送1000元7-11商品卡 快打电话找BB 106年政府将全面实施有限电 哇 新家哦 妈 上车吧 记得她洗了的时候 常常有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把她拦掉 希望让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现在她大了 让她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 我知道 她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仅控幸福的依赖 乘车请系安全带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 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她们多些关怀 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病 顺手捐零钱 快乐在新田